继续1600新经济的时间 首先关注的是 鸿海在美国电动车新创公司 Lordstown Motors近日申请破产 还对鸿海提出诉讼 而鸿海的后续回应 另外其他的电动车新创公司 似乎也是流年不利 市场分析请教主播舒海 好 谢谢林谦 确实是如此 尤其电动车是兵家必争之地 只是大家纷纷有一点 出师不利的状况了 我们来看到鸿海 在美国的电动车伙伴 刚刚提到的Lawstone 他在5月份的时候 就跟鸿海互控说 双方违约 而且在当地时间 6月26号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了 寻求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买主 而且他们指控鸿海 诈欺一再违约 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指控 鸿海方面也发出了声明 他们表示说 持续在进行协商 来解决所谓的财务困境 尤其对于Lawstone 现在发表了不实的评论 他们将会保留 法律的一个相关权益 其实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这真的是丙甲必争之底 我们就来看到 虽然大家都在争抢这块大饼 不过抢不抢得下来 现在真的大家都没有把握 我们来看到像是Rivian的部分 它背后撑腰的是亚马逊 就即便是亚马逊在撑腰 现在在生产等等制造上面 还是遇到了很多困境 再来Lucid还有Nicola 也通通都是一样 这些电动车厂在投产跟增产的部分 其实都面临到困境之后 现在也都是股价纷纷来下跌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看到电动车市场的老大特斯拉的部分 他其实曾经独占了市场超过十年的时间 即便他的经验这么样的一个丰富 他都表示这真的是一个生产地域 尤其在新创阶段非常的痛苦 这是一个巨大的前科脑 他们来形容他们的车厂 不断不断的在吃钱 可以想见在这个初期投入研发的时候 是投入了多少的心力 所以又加上这些后进者 他们还面临了新冠疫情 扰乱了整个供应链 所以也凸显出 想要找到下一个特斯拉 恐怕真的难度非常高 另外尽管脱口疲软 疫后消费者好 实际上是撑起了内需 五月失业率有好表现吗 再请教舒凯 好 确实我们来看一下 失业率的一个数据 相关的数据提供给大家 那我们就来看到 五月的失业率是3.46% 这四月份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这个已经是23年同月的一个 最低记录了 失业人数来到41.2万人 月减5000人 这显示的是 疫后消费潮确实已经带起了 内需市场 所以让整个失业的情势 现在逐渐的稳定下来 不过非常吊诡的一个数据 就是五月的周公时 没有达到35小时的人数 持续在上升当中 显示公时被缩短了 达到了22.1万人 而且这是连续四增加的一个状况 连较四月份还增加了2.1万人 那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整体大环境的需求的 这个景气还没有起来 以及制造业调整库存的一个状况 不过即便制造业 现在看起来不需要这么多人 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轻易放人 因为就怕人放掉之后 他们会留到所谓的餐饮业 其他的服务业 到时候如果需求回来 要回补人才方面 培育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国发会的主委就表示 中小企业或出口产业 现在就算不太谨记 他们也宁可减班 不愿意进行裁员 所以会出现工时缩短的一个状况 房市裂空齐聚 房贷建筑 融资年增率双双下滑 市场的分析再继续请教淑海 好 确实我们来看到 对于后续的一个分析 应该是这个量缩价缓跌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房贷的余额来到了 9兆5032亿元 这是创下历史的一个高点 月增552亿元 较5月的工作天数是比较多 所以会创下降的高点 这也是5个月来最大的一个部分 不过在年增率的部分 其实是走跌的 已经连14个月都是下跌的状况 而且这是近5年半的一个新低了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到 是建筑贷款余额的部分 也是写下一个新记录 月增155亿元 已经低于4月的月增额 同样在年增率的表现上 也是下降 而且连7个月都下滑 创下4年的一个低点了 央行的官员就表示 因为有打炒房的政策上路 景气下行等等风险升温 所以房市的氛围 现在依旧是比较保守的 建商在推暗上头的速度 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 所以是一个量缩 价还涨的一个格局 除了财经重点 欢迎扫描旁边QR Code 下载我们的APP 掌握更多资讯 以上今天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